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收看纽约房地产市场真人真事故事系列 虽然市场非常缓慢 但是有些买家已经在市场里找了很久的deals 终于找到了他们要的deals 那么合同也出去了 今天的这个故事就是关于其中这一个买家 这个买家跟我在一起看了大概要一年七个月的房子 所以当市场的利息一开始上升 开始温度下降 市场的温度下降了以后 他马上就开始入市 开始找他的性价比好的deals 而且他其他的方面要求也很高 景色要很好 阳光要很好 而且这个平面图要符合他比较特别的要求 所以我们看了很久 看着看了看了找了找了 终于在17个月后的现在找到一个房子 所有的都符合基本符合他的要求 更主要的是这个价格是一个好的deal 所以他很开心 合同也出去了 那律师做禁制调查也比较顺利 合同就几个礼拜 两个星期以后合同可以签了 那律师呢就是例行 例行的再重新过一次那个楼书offering plan 在最后过的时候啊 发现这一面窗 这个房子四面都是窗子 有一面窗呢叫lotline windows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旁边这个矮楼 如果要哪一天盖起来的话呢 这一面的窗子就没有了 就变成墙了 是一个很很大的问题啊 那当我们回去问那个卖家的经济的时候呢 他说啊 by the way 那个卖家经济应该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所以第一次去看的时候就应该告诉我们 我们去了 回去了五六次 他一直没有提起 那个他说啊 这个房子是1980年代建的 肯定不会有问题 那个时候呢 我就跟我的客人讲啊 给他推荐了一个zoning attorney 就是有一些律师是专门研究 这个纽约的zoning law 看看这个每一块地可以盖多高的房子 那看看他是什么什么结论 那结论一个礼拜以后结论出来呢 这个旁边要盖高楼的可能性还不小 那这种zoning的这种调查报告呢 也不是都是100%的 也就是一个几率报告 而且每一个客人他的可以接受的程度也不一样 所以如果大家在这个这方面 什么地方可以盖高楼啊 会不会挡住我的警官呀 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私信我 那在我这个客人的这个case里呢 这个deal就不幸的没有走下去 那希望大家祝我下一次好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